马路转角 一辆小货车上突然冒出熊熊火光 雪红色火蛇不断串出 浓浓黑烟直冲天际 在天空中不停扩散 整个街道上空都被浓烟覆盖 大伙把小货车上载运的家电 通通烧得焦黑变形 像是废铁一般 15号下午3点多 一辆小货车在满冷气 电冰箱电脑萤幕等 废弃的电器用品要到南部拆解 没想到在行经基隆信一路 与一二二路口时 车子后方冒出黑烟 驾驶联邦下车查看 看到有电影之后 我就停下路面去了 我们就看着 这边就等机上去 附近店家看到火烧车 赶紧报案 消防人员立即到场救援 短短15分钟就将火势扑灭 没有造成伤亡 在台东同样也发生火烧车意外 正气北路上一辆灰色金龟车 车头起过燃烧 引擎盖冒出大量白烟 一旁店家看到 赶紧拿灭火器上前帮忙 15号下午这辆灰色金龟车 驾驶到一半突然煞车失灵 驾驶赶紧将车停到路边 煞车踩不太下去 然后我就停下路边 然后就开始蛮有原因 之后就烧车 下防对货报迅速到场将火势扑灭 火烧车造成灰色金龟车 车头和引擎盖全溃 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在火调人员调查理清 记者朱丁龙 潘振贤 王艾德 基隆台东报道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